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Lin频道 今集继续和大家分享谭善红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说到2015年8月29日 谭善红的丈夫林德强因胆管手术后受到细菌感染 导致她因病逝世,身体器官衰竭,在养和医院逝世 中年92岁,结束了她们长达53年的夫妻情分 今集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谭善红拍摄过的电影 1953年有两套,分别是《我慧晴》和《恒海乡云》 1957年有两套,分别是《黄飞虎 返五关》和《洪联起》 1958年有胡不歸,香蕭十二美人樓, 燕鴦淚,新玉山藏坦幾, 一入侯門深似海,十萬銅絲, 風流天子與多情孟麗君。 1959年有生死連枝下閘大結局, 含笑飲披霜,正德皇情聚宜香院, 白髮魔女傳上閘,終歸有日農村訪, 雪艷良,趙五良萬里尋夫,萬里琵琶關外院, 鴛鴦福禄,正德皇海角尋春,多情足跡鴨, 三師會審殺菇案,然後是1960年有以下這些作品, 紅梅白雪何新春,天山雙菇鬥陀融上閘, 蒲龍女三鬥粉金剛,花王之旅,烏龍王發達幾, 然後是1961年,古墓追魂劍,小千金,龍鳳劍, 金蘭花的上下閘,香港花月夜,龍鳳劍的上閘, 單鳳屠龍劍,小金蘿拜霜, 然後是1962年,龍鳳奇縣,關東大俠白骨談奪寶記, 關東第一劍,黑虎崖千吾仇記,三劍鬥天魔,大名群英匯, 小金蘿拜霜大結局,八大呂合鬧江湖上閘和下閘, 然後是1963年,有青宮劍影錄的下閘,劍合金柳伊的下閘, 龍鳳下江湖下閘,月洗蝴蝶錶,鐵馬神龍,工廠少爺,龍鳳下江湖上閘, 青宮劍影錄的下閘,青宮劍影錄的上閘, 青宮劍影錄的上閘, 然後是1964年,霹靂長眉的上閘,一尾靠滾,街市皇后, 有雪花神劍的大結局,雪花神劍的上閘,雪花神劍的下閘,香城狗鳳, 另外還有雪花神劍的第三閘,然後是1965年,1965年有相當多的作品, 首先就是聖劍風雲的下閘,糊塗大偵探,千手神拳下閘, 六指琴魔的下閘,六指琴魔的下閘,無字天書,鐵劍諸行的下閘,神劍魔燒的上閘, 六指琴魔的大結局,玉女英雲的下閘,聖劍風雲的上閘,威風十八劍, 千手神拳的上閘,六指琴魔的上閘,神劍魔燒的下閘,鐵劍諸行的上閘,玉女英雲的上閘, 譚善雲在1965年拍攝,幾乎全部都是武俠片, 然後1966年,昆倫三殺手,1967年,碧眼魔女,這兩套都是武俠片, 1968年,拿渣鬧東海,1969年,一劍香,1970年,三殺手, 拍攝完這套三殺手之後,譚善雄因為要扣女兒,暫時適應, 適應了十七年,一直到1987年,經朱日紅的邀請再次復出, 首先拍攝了一套下閘,七年之養,1988年, 就是星星月亮太陽,女子監獄,燕智寇,肥貓流浪紀, 接著1989年,阿郎的故事,再見黃老五,富貴開心鬼, 合家歡,不脫密的人,1990年,香港武藍,鬼咬鬼,龍鳳茶樓,千年女妖, 一九九一年,老豆唔怕多,五億探獎雷樂轉,豪門夜演, 九二年,我愛柳文柴,陶學威龍第二輯,夜夜半肥嬌, 九三年,一代妖紅之三之棋,另外九五年,共廠天涯和女人四十, 九六年的虎道門,九七年的基佬四十,和二千年的常在我心間, 他在TVB拍過幾套電視劇,分別就是茶煲世家,朝陽, 妙探出家,卡拉OK,少年五虎,開心話之理,真情,美美天王, 愛在風暴的日子,生命有Tik2,公私戀事多, 而在亞洲電視,他拍過《親子情未了,有求必應》, 《伴我同行》,《萬家燈火》,《子是孤人來》, 《媽媽我真的愛你》,和《八號巴士站暫情》, 最後說到他在香港電台電視部也拍過幾套劇集, 分別就是《裁決法門》,《萬千聲輝何台慶》,《星級會客室》,《大羅大鼓好戲派》等等,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譚善紅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也都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也都希望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請你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N的頻道, 好,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另一個影劇名寧的戲劇人生, 好,拜拜!